哈囉大家好 我是我貝莉 今天跟你們分享的主題是 要怎麼用iPad來製作小動畫 因為我平常做vlog的時候 我就很懶得打開AE去做動畫 所以呢 我就很習慣拿出我的iPad去做我的小動畫 像是一些文字的小動畫 或是一些小圖案 我都很習慣用iPad去做 那今天就用五分鐘之內 教你們做出一個小動畫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囉 好 首先呢 我們就可以先打開我們的Procreate 就是一打開的時候就是一些作品集 這邊都是我平常的一些作品集 我也沒有很常去整理它 就是方便去看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些基本操作的話 其實YouTube上面有很多人都有教 我們今天就不特別敘述了 好 我們先打開我們的新畫布 那因為我們是做影片 影片通常的大小都是1920、1080 除非你今天做的4K你就再開大一點這樣 我們就先打開 那首先第一個步驟呢 我自己是習慣先把底下的背景顏色 先把它勾選掉 因為我們的動畫會放在我們的影片上面 所以它必須是透明的 就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或是這個地方 就是把它弄成是透明的 你才不會底下有一層白白的或黑黑的 對 所以呢 我們再把它關掉之後 它就會是透明的背景 這個步驟非常重要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打開我們的一個小工具的地方 小工具的地方就會有一個是畫布 記得要把動畫輔助打開 這個是做小動畫的第二個步驟 接下來呢 我最近習慣的是手機 手機就把它頂下去 這一樣就可以調整一些大小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今天先來做一個很簡單的動畫 第一個動畫呢就是 我們先畫第一格 好 這是第一層 那通常我們會畫個四五個就可以了 那你有沒有發現它一層一層的顏色會慢慢的變淡 就是讓你看一下底下塗層在哪裡 那盡量不要畫在同一個位置上 這樣才會有那種蚊子在抖動的感覺 但你不要插太遠 大概畫個六七層 我覺得也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們來播放 這樣就可以看到那個蚊子在抖 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動慢一點的話 就可以到這個設定裡面調整一下 那就會變慢了 第一個動畫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第二個動畫 一樣的步驟 把它關掉 然後記得把這個動畫輔助打開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畫一個文字會一個一個出現的小動畫 一樣就是一層一層的把它畫上去 好這樣子就完成了我們播播看 它就會一個一個字跑出來 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輸出 輸出的地方就是在操作這邊可以按分享 好會出 這樣子就完成了我們剛剛的小動畫 那你們看這邊是只有播一次對不對 其實呢這個完成之後就可以把它丟到你的想要放的影片上面 就像這樣子 就把它放上去然後重複好幾次的片段 它就會一直重播一直重播一直重播 對所以就看你要重播幾次這樣子 好的看完以上的影片是不是覺得 用iPad做動畫超級簡單的 所以 其實假要大概五分鐘就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動畫放在影片上 就可以很容易的讓影片變得更有趣 好的以上是今天跟你們分享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別忘了幫我按一下底下的喜歡 也別忘了要訂閱一下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來